Kotika P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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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怎樣看 那些組合創新的一條 就是一條似乎的平衡線 如果不好了,你更加穩定 就算是一條改善的 其實是一條表演,有一條 在這裡的表演是一條 從中心一面影響 肯定經過時間的洗禮 留下智慧自然有它存在的價值 不過問題是 傳統的智慧如何在新時代當中 發揚光大 就像我們今天形相識見的嘉賓 他以身作則告訴大家 千萬別讓舊友的觀念框住自己 即使一門承傳的生意 仍然都可以在創新的領域當中 發揚光大找到最佳的位置 我們公司在1999年扎根於香港 直到現在有21年的歷史 主要生產的產品 都是跟肌肉疲勞有關 所以我們生產的全都是 外用的肌肉疹痛劑形象方便推廣 我都想年輕化 自從我們公司成立以來 我也和公司訂立了一個圓景 要國際化、綠色醫療 要生活化 今天我們的嘉賓可以說是來自中醫世家 他至少跟他爸爸黃道益 以及跟他媽媽習依習武 雖然他推出品牌超過21年 但他在接觸藥油製作經驗 超過50年 因為他施成他爸爸的中醫骨貨 可以說是香港製作藥油 這方面經驗的中流底柱 有請我們今集的嘉賓 健樂通藥業創辦人黃天智先生 你好 你好 中醫藥也是傳統的行業 如果經營起來 也有他跟上一輩的規矩 或經營模式 你如何經營藥業生意 所謂傳統一定要承先啟喉 前人的一些理念 可以如何在現在的工作環境 現在社會環境 現在人體的體質 可以如何把我們的理念放進去 其實舊有的模式 是有些東西可以挫取的 譬如我們會保留 原有那班員工的班底 當時我做了甚麼 我就是投資一些自動化的生產線 可以代替傳統的人手 除了生產力,可以提高效率 另外員工也做得舒服一點 變成相得益張 有甚麼特別的心得 當然經常說是團體精神 跟員工的配合 其實好像拍檔 如果是拍檔 我爸爸經常說 做好你自己 就像管理健康一樣 如果你管理自己的健康 你如何可以治療人 我也是用這個原則 靠自己開始 所有事情都是自己的源頭 健康是自己的源頭 管理公司的模式是自己的源頭 如果要同事準時,自己先準時 如果想同事可以按照公司的想法去做 跟員工一起訂立目標 不是我訂立目標,員工追隨 反而我會建議大家一起去想 大家一起訂立目標 你覺得效果如何用這種管理方法 這方面都要說是基於結果 在21年的結果 我看到產品越來越多 也在過往21年 我們成功在中藥自策組 登記了很多產品 我記得你們的廠房 你是在全香港20間 拿到GMP認證的其中一間 所以這個認證是否你們一起 背後如何努力 有很大的體驗 從政府大約說了20年 香港要如何衝出世界 要如何做中藥港 一直都給我們信息 我們跟公司定了一個方向 在香港要搞中藥 去規範成一個國際GMP廠房 是起步比較遲些 所以很艱難 香港要人沒有人 要物沒有物 所有人都要從零開始 亦因為整個團隊從零開始 大家互相朝著目標 想用最短的時間去做GMP廠房 最短也用了… 多久 十多年 一邊做,邊做邊學 因為好消息是 團隊是由不認識到認識 用了十多年的時間做 從中他們的關係鞏固得很好 一起成長 我覺得這是最大的得益 我聽你這樣說 其實你也很放手給同事去做 是嗎 一定要做,一定要放手 因為我有幾間藥廠 所以每個藥廠、每個管理層 大家的想法都不同 但我們清晰的目的 管理方法也好 溝通的模式也沒見到 反而容易溝通 公司發展潛能就能看到 在過往21年看到 大家都融合得很好 你會否因為有自身經驗 所以令你很重要告訴別人 我們要管好自己的健康 對,為何管理自己對我那麼重要 因為我曾經十多歲 有感冒感入了心臟 到現在我都叫風濕性心臟病 但在這幾十年來 我都不用吃西洋去維持我的生命 我做好甚麼就是管理自己的健康 例如我爸爸很小時候 要以身作質,不吃辣的東西 不吃炸的東西 燒鵝、燒鴨 我們經常聞到很香 但我們沒有機會吃 幾十年來我都很習慣 喜歡吃的東西我都可以吃 不過不能讓它過度 冷的東西我不會吃 像現在在疫情期間 其實也是管理自己的身體 我用這個方法 50年我都沒有感冒 沒有傷風,也沒有頭痛 不會失眠,也沒有糖尿病 除了我們鮮天 以前小時候的風濕性心臟病 其實我也沒有血壓 我覺得對我走得通 我也是用這個方法 教育病人 教育小天使 做耳診小天使 告訴他們 他們也可以這樣做 我已經知道你在加拿大 你讀亞科,對嗎 對… 有甚麼啟發給你 在生意中經營的啟發 例如我知道你設計了 是否入藥油的機器 對… 是怎樣發展出來的 其實我也沒有想過 因為我畢業後 我做了一些牙科技工 科技工 接觸很多氣動的機器 對我來說,這些很新的 從來都沒有想過 我一想到 把氣動的機器 怎樣可以將它入藥油 如果要提升生產效率 其實機器很重要 所以令我很興趣 研究包裝自動化的機器 慢慢由零開始試試 雖然當時我在加拿大 定期研究一些東西 寄回家的藥廠試試 不可以,又重來過 對,失敗乃成功節目 多試幾次,完成了 失敗乃成功節目,很多人這麼說 但如果失敗中沒有學習 其實是重複失敗 是… 所以每次失敗了 我覺得我不會氣餒 我覺得是另一個體驗,又要學習 說起創新 其實終於藥業一響給人的感覺 就是很傳統 你如何打破這種傳統的想法 去做你的生意 我由年輕人的市場定位開始 其實我們也做了很多健康的講座 或者比較親身的體驗 這個年輕人的市場 又不容易打開 跟你曾經去過加拿大讀書 看了一些東西、學了一些東西後 會否也有些關係 明白,市場推廣的方法不同 在外國很多時候推廣了很多 提及很多產品的優勢 吸引到你不使用 就好像有點吃虧 我不懂得如何討人家的歡心 其實好的產品 質量控制得很好 慢慢給予別人更多機會試 慢慢便會有口碑回來 但在我們中醫的市場上 其實它的發展是一步一步的 不能突然來 在過往的二十多年 我也是一步一步走上來 其實慢慢累積客戶群 其實它已經建立了一個很好的關係 有時候我們在公展會 每年持續去做 每次看到有些客戶群 都認得我們 又介紹到哪些朋友買 其實我們無論做生意 或做藥是很開心的 傳統藥油的玻璃瓶設計 其實很容易滲漏很多 每次倒出來有很多藥 亦令藥味很重 由外包裝玻璃瓶的設計 瓶蓋的設計 瓶的大小都要符合手形 亦因為這樣 我在產品的設計方面 跟以前也不同 因為我以前跟爸爸媽媽學醫時 我看見我媽媽很勤力 因為那次是前鋪後鞠 很多時候都是媽媽帶著我 有些姐姐和我一起在醫館工作 每次我看見媽媽就很用力 很有心… 亦因為這樣,我媽媽太用心 深層的按摩 我看媽媽因為這樣 很勤力幫人按摩 手指弓都按摩受了傷,歪了 如果我想產品重新設計 去定位,去方便人 我不能期望某一個病人 也有專業按摩師的手指 有這樣的壓力和指力 慢慢地,我亦都是這樣 我產品的新設計 就可以模擬手指… 按摩手指… 對 可以發揮按摩的作用 對,將手指和藥油 混合一混合一看 對,對 不論中醫學或是跌打骨科 黃先生一身武功 都承傳至他父親黃道益先生 加上他能夠配合時代節奏 以創新思維 打造自家中醫藥品牌 就連興趣 黃先生通通受爸爸的影響 摘舞、耍太極 拍照、蛇字 無一不能 而且一如既往 能夠在各自目落中 領悟出做人處世 或是管治的重點 帶領公司發展願景 一擊即中 黃先生,知道你也很喜歡射箭 其實這個興趣對你在管理上 有沒有甚麼特別的幫助或影響 學了射箭才知道 原來和我人生的理念都是一模一樣 我們孔子說禮射 禮射,射不中那怎麼辦呢 求諸己 那射中呢 你也體驗你自己學習到甚麼 在過程中 好像在公司裡 很多人做完一件事 目標未達到 他當然說 誰不好 但放回傳統射 當時你留意到自己的甚麼 你是否很專注 你的機業協調是否很好 其實你會否有很多不同的興趣 都會幫到你這個啟發 你又喜歡玩太極 你又喜歡攝影等等 那這些興趣能否幫到你呢 非常有幫助 因為傳統射藝 和太極拳有甚麼關係呢 其實太極拳也是很簡單的 很多太極拳的經書 只要說兩句 如何發勁 即是速勁如開工 發勁如放箭 如果你還未學過射箭 那你怎知道你怎樣發勁 因為書是這樣說 那那道就是要自己走出來了 拍照也是一樣 因為我們的相機 也是很傳統的攝影機 很多東西不能依賴 按了菲林、入菲林 全都充滿 所有的程序都是求諸醫己 沒有得賴 所有的決定是你去選擇 跟人生的健康一樣 像我們做中醫藥的 其實我們說來說去 都是一個源頭出發 因為中醫講的自味病 甚麼是自味病呢 例如雙風感冒 那你為甚麼會有雙風感冒呢 因為一群人來說 只有你去雙風感冒 為甚麼其他人沒有染 那是否要求諸醫己 留意到你自己的甚麼 是呀 黃先生 你所有事都好像融會貫通一樣 所以想請教你 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實你有甚麼願景呢 會否將你這套理念 都放在你的品牌發展的願景當中 反而我自己的願景 從小到大就沒有改變過 我很想是綠色醫療 所以綠色醫療 是甚麼 簡單一點 好像綠色的… 環保 對 好像環保的概念一樣 儘量少一些化學物 還有是否令到它都生活化 是呀 生活化非常重要 因為生活化 是可以令大家溝通到 否則我就說 3000年前的皇帝內經的古文 那為甚麼要跟病人溝通呢 那這也是你… 比起其他品牌優勝的地方呢 我又不會說是優勝的 我覺得是做好自己 跟團隊定了一個方向 我們一起去共同創造 是 未來呢 未來的發展 你有甚麼想法呢 未來的發展 我也是很想… 都是一樣的 希望全世界人的健康 好像環保的概念一樣 我們不需要依賴一些 化學性的藥物 去令他身體健康 我們希望多些人知道 其實健康很簡單 對,求諸於己 對 我想國際化 大家都經常聽到 但怎樣能夠做得到 令他國際化 好,不如我們從香港開始就行 早兩年 我們都可以做了一些 國際化的跑馬拉長運動 變成邀請外國運動員 去參與和試試 有一個日本的選手 已經是拿了很多年的 國際化的重判軍 用了一個新的產品試試 他覺得味道又可以接受到 回到日本 他定期都有聯絡 有時都會告訴我們 我用了我的新產品 對它有甚麼幫助 一直都有聯絡給我們 看到這些國際運動員 給我們一些消息 我們很開心 為甚麼要定位國際化 因為其實在香港 我不擔心香港的人不懂得用 反而香港是一個國際化的市場 所以如果想發展國際市場 應該由香港出發 因為香港有美國、加拿大、德國 日本、新加坡、馬來西亞 在印尼也有很多 這些全都是我們的客戶群 所以不用看得很遠 不用看得走得那麼遠 自己在香港做得好一點 直接口碑打響國際名堂 對 對 所以其實遠在天邊 近在眼前 所以由香港做好自己 在香港出發 你要打理的生意都很廣泛 要處理藥業的廠房 其實都很容易 但你深水埔的醫館 在這裡有繼續做的嗎 有,其實都是同一個範疇 不過是一個生產造藥 醫館可以直接面對客戶的效果 更加可以提升自己的品牌 我知道你好像有跟大學 一起合作,是嗎 是甚麼一回事 其實目的是甚麼 其實目的是想成仙啟後 一個培訓的合作計劃 有中文大學的參與 我們可以讓一些新入行的中醫師 可以了解原來傳統的醫館 是會這樣運作的 讓他們更多資料參考 但另一方面也知道 你有幫助一些老殘障的病患者 是否服務他們 起源的初心到底是從哪裡來的 反而深水埔的醫館給了一個空間 是一個回饋社會的機會 因為我小時候曾經在醫院長大 住了兩年 我都看到父母和照顧小孩的無奈 但當時我甚麼都做不到 但現在我在中醫院的常識 我覺得可以幫助小朋友 回饋社會 所以我成立了一個慈善機構 主要的項目是天使行動異審服務 這個異審服務主要是服務一些 老病的兒童 弱視 引致他們的肢體弱能 他們小時候已經是先天不足 或者後天的一些首飾意外 令到他們大腦缺氧 令到他們的行動不便 亦都說不到話 有些是失明 我覺得我們盡量可以做 除了幫他們做治療 亦都教媽媽和家人 怎樣在家居護理去協助 小朋友成長 這是很重要 最開心的事 就是當我開始了之後 看到小朋友和媽媽的家庭 都有所不同 小朋友的醫療 我們只是負責三成 像鎖匙開了鎖 但媽媽在家裡的愛心護理 那些是無價的 那些一定最重要 對 如果沒有媽媽和家人的協助 其實我們的效果不會那麼好 是 阿樂 子健 你好 陳塔 你好 怎樣在這個過程當中 接觸到這件事 其實我是跟另一個 我的罕見病患者一起來到這裡 就認識到和先生 接著就開始… 接受這個異診 所以幫我們的經濟狀況比較好 和先生是醫者父母心的人 也會經常樂於助人 他有說一些鼓勵說話 在未接受異診之前 其實肌肉都比較繃緊 接受了異診就不會那麼繃緊 手會比較好力 腰的力量也會比較好 就不會捲著一塊 我們傳統中醫的東西 已經有幾千年的歷史了 但由幾千年到現在 其實方向都沒有變過 是致味病 防病變 其實在現今的世界 很多行業都發展非常送促 也帶出另一個副作用 就是疲勞 所以管理疲勞非常重要 其中皇帝內經說了一句 經絡者能決生死 處百病 不可不通 這些三千年的醫學學說 和近代科學的研究報告 其實方向都是一致的 那你由血液循環 經絡循環 全部都可以跟大陸溝通 所以人的身體就健康很多 聽過黃先生的營商之道 就知道經營中醫藥業的生意 不僅像一般商家一樣 講求成本和利潤 還要肩負起全城中醫學 遠遠流長文化的歷史和責任 他肩負起這個傳統包袱 用創新的視點與時並進 無疑為中醫藥業 揭開新的一頁 捷舞・掃臺 我們既然在派遮 動畫貝 第三集 逢往前兩邊 在城市中醫生 在城市中醫院